相信不少民众有感受到 花莲最近几年大楼的新建案是越来越多 房价也是水涨船高 尤其疫情期间 花莲房地产的买气可是相当热络 最近虽然政府打房略显奏效 不过到了年底 房众业者表示说买气又慢慢回笼了 不过买卖多了 纠纷当然也不少 尤其是预售屋的部分 买房子又动辄千万百万的 消费者一定要省省斟酌 事前的功课和保障作业千万不可少 我们特别访问到肖保官 提醒大家购买预售屋前的注意事项 一个一个大楼建案 一张一张的预售广告 让想买房的民众眼花缭乱 根据地震单位统计 花莲地区的不动产买卖数 从107年3300多件往上攀升 110年疫情期间达到5300多件是最高峰 后来政府推出打房政策略显奏效 但房仲业表示 2023年底有机会回温 而2024被预估是买房的最佳时机 在2022年的时候 政府开始打房 大家可以就是有感受到 就是一连五波央行的打房 利率的部分的话 有做调整 那以及就是我们的政府 在2023年7月平均地权上市 造成消费者就是观望的角度 去做评估 对所以可以看到在112年的时候 我们的量体的部分 成交交易的部分 它是稍稍的就是有点紧缩的 大房已经喊了两年 那我们在花莲的这边的业者 是观望是觉得说在年底的时候 因为利空已经出境了 对下半年的话市场 应该会有一个反弹的效益在 大家都说在2024年的时候 会是最佳的入场时机 除了中古屋的买卖 花莲最近几年很夯的 就是大楼预售屋的建案 平均三到五年交屋 但这段期间 有可能面临的风险 消费者也要特别注意 预售的部分 民众在选购的话 我们是非常建议 要找就是信誉合格的建商 因为预售屋是一个 买一个看不到的想望 可能它在两年到三年之后 它才会有成屋的情况 对所以说就是 它没有办法马上入住 在没有办法马上入住的状况时 它建商的信誉是非常重要的 再来是要找就是 所谓的预售屋 它的合格的就是 五种的就是旅保方式 对内政部规范的五种旅保方式 它才能够有效的保障消费者 它当它钱 它就是在购买预售屋的时候 它的钱不会说平白无故 就可能被建商 可能因为倒闭潮 或者说建商的资金的流量 不是这么稳定的时候 它会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 买卖多了 纠纷当然也就多了 消保官表示 行政院消保处有核定一个 定型化契约的范本 建议民众在买屋前下载 和你要买的建案 厂商所提供的契约书内容 是否一样完整 针对于预售屋买卖 其实行政院消保处有核定一个 定型化契约 应记载不得记载事项 那我建议 非常建议就是说 我们的消费者在购买预售屋的时候 去下载这个定型化契约范本 来看看 我们这个建商或者是代销公司 所提供的这个契约内容 有没有符合定型化契约 好比说标的的内容 它地点 然后这个价格 那还有现在比较重视的 履约担保机制 那还有这个验收的程序 那还有违约的效果等等 好比说预期的违约金等等 其实这些都有特别的规范 如果已经购买的预售屋 发生产权纠纷 遭法院查封 就会影响到交务的期程 再如果法院诉售时间拉得更长 对于已经付钱的消费者 就会有延迟交屋 因理赔的状况 就好比说 今天这个建商 特别有挂一个保证说 我们前面这条路会拓宽 或者其实它是两面的通道 结果后来等到 真正取得实用执照 然后进了验收交屋之后 才突然发现说 该条通道 其实是有产权的问题 那这时候就是 这时候重点就在于 我们当时在购乌的时候 有没有把这一些契约内容 有没有把这些内容 记载于契约中 如果有记载于契约中的话 这时候我们消费者 也就是买方就可以跟建商 卖方来主张 那如果没有记载在契约内容里面 那这时候就很吃亏了 所以 这边一再提醒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详细的去确认我们的这个契约内容 完不完整 想不详实 包括当时建商一开始代销的时候 给的任何的宣传品 广告单 折业 甚至样品屋等等 这些其实我们在购买的时候 您可以记录就把它全部记录下来 房仲业表示在交易房屋时应该要提具不动产说明书 让消费者详实了解销售标的的现实状况 不应该有隐瞒遗漏的问题 不动产说明书里面 它会记载着完整的就是产权 产权的部分的话包含就是 土地的就是所有权人 还有建物的所有权人 对那以及它的就是 它的他向设定的部分 它是相对的清楚的 对这样子就会避免说 产权纠纷的部分的话是不合格 那以及就是让客户买到就是 比如说可能产权不清楚 或是有纠纷的土地 因此消保官也贴心民众 定型化契约非常重要 买卖前任何厂商承诺的事项都必须名列其中 如此一来万一发生不符合旅约教务的状况 才可以提出赔偿 保障自己的权益 记得路易会欢迎视报道